新闻頭起生來關心中華管政府 專領鳳之輝酒在這 跟上幕前我們中華館來 也還有92項使用噴來駕滴 因此管政府就來要求涉嫁 這個駕滴的噴一定要吹過、駕過 也要主動通報所在地的公所雜客 如果依照規定就查到上官會出發300萬 管府農業處和環保局 以及動物公益所連合調區記者會 宣佈中華管控制輝酒滴溫疫情萬元 管府總裁處相關作為 因為除以養豬本身是一個 最容易可能感染豬瘟的一個途徑 所以我們針對這方面的話 我們張政府這種程序在檢視之後 提高更高的積極作為 那用鹽茶種罰的方式來執行 那鹽茶的話我們針對於要求除以養豬 它本身一定要一個小時內 徵主90度C的一個基本的原則之下 我們將會採登記制 也就是說他們在執行過程中 它的啟示時間必須跟我們公部門 相關單位去做登記 那再來我們就會不定期去做機查 那我們現在中以重罰部分 我們將會採法上就用最高 將近就300萬的原則 因為中華館中刺激數有75萬是全國第三大 到目前為止 也還有90日後使用本來啟用 這些啟題後必須要落實中本 只1點間 2千元都1990度 那是違反相關規定 查到相關可以發300萬 其實從搜索來源就知道了 而且依照目前相關規定 它也必須要進行申報 所以知道它流向可以確定說 它是從餐廳還是從家戶 但是基本上只要養出去 投訴比較多的一般 就一定從事事業才有那麼大的量 一般費罰則是1千2到6千 如果是事費是6千到300萬 這個罰則是確定的 法規當然是以環保的法規為主 農業主公調 中華館以三中方釋算的 分配是該用治療起立 提供治療金額保貼 技術組成福德 以及組完成體重補助電費投機制 來奉機疫情發生 大壯新聞中西良中華 蔡宏寶都 蔡宏寶都